爬那么高也不怕摔下来 有本事跳下来 有本事跳下来 你看那只小的困不住 那只白色的困不住 怎么关他都跑到外面来 难了以前这鸡也经常跑得出来 不过最近它好像没吸路了 不知道怎么爬出来的 只能跑到这个上面去了 好现在我去放鱼 现在我要把它放到我鱼塘里面去 这条糖酒鱼应该要五六斤 那么粗 那么粗 我去内裤吸的完了 还好我的裤子是防碎的 那个腥味好腥 现在我捉去鱼塘放 都不想给我捉了 我拿这个装了 这种鱼要是那个鱼塘里的水满的话呢 它会爬出来的 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哎哎乖乖进来 这样不行了 ok你看 好了装进来了 好沉哦我去 好了 放到鱼塘里面去压盆一会儿还跑了 你看装到这个大盆都受伤了 ok 放松了 这鱼塘我抽了四次水进来了 要不然这里都干了 好 来 现在放到鱼塘里面 那么粗 等一会儿别人还以为我钓到了呢 我在这里说了我放了 你们不要偷偷来钓哦 这条鱼是在那个臭臭的鱼塘里面捉上来的 我放到我鱼塘里面去了 它就 它就大了 它就变质了 就是它的肉啊就变香了 我的鱼塘的水非常好的 放进去它的肉就香了 你看 那么粗 那么粗 这鱼塘里面 叭叭叭叭 那么粗一条 ok 现在我们放了 放哪个位置好 来了 等一会儿去咬你们的钩 ok 吉利 让你长得快一点 现在我们钓鱼 看能钓到什么鱼出来啊 在下面这里都可以看到有IQ出来露头 但是它就不咬钩不吃钩的好奇怪 你看 你的 IQ 大家好我是小额 今天我过来我瓜地清理一下这些瓜藤 今年的西瓜 亏本了 今年几够 自己吃 没有多少也不得卖的 现在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我们又重新种下一季 好 现在我们过来清理把它搞好 这种瓜藤 我们必须要把它给弄走 这种瓜藤 要不然那个机器过来打 它就会搅到那个机器的那轮里面去 那就不好打 这些我们必须要把它清理掉 像我们这些农民种这些农作物出来 亏本这种是家常便放 像我家有30亩地 我老爸都种了半辈子了 还没发财 对吧 以前种地抽水啊 还有肥料啊 其其他那些投资都很多 每年都都会去还那些抽水钱呢 还有肥料钱呢 农药钱呢 每年都还还这些东西 所以剩下来几够自己吃 想发财也发不了的 不过我们农民想饿 是饿不了 因为我们有地 有田地种稻谷啊 种玉米啊 这些想饿啊 倒是饿不了 是吧 种南瓜西瓜 什么蔬菜之类的 我们都有 就是卖出去那个价格 有蚂蚁 五六鸡 我踩到蚂蚁窝了 你看这里还有 哇 我站在这个蚂蚁窝这里 哦 呦呦 被咬了 至少有十次了 天啊 就像我们这些地 有这种蚂蚁很多的 啊 现在我就中招了 这种独蚂蚁同活鱼啊 哎呦 有好多蚂蚁啊 它我应该在地摩底下 现在还有一行啊 本来我是想种香瓜的 但是呢 这一季 蟲子比较多 那种蟲子啊 非常厉害 去年我这个时候 我种香瓜 好像 好像得吃几个吧 要不然全部都被蟲子咬 被蟲子叮 上面一个一个洞的 然后那个瓜里面都是蟲 所以呢 不种了 我种西瓜 种西瓜比较好 下次我可能要把这个西瓜给 埋到土里面去 免得让那些虫子飞过来咬了 然后 就飞走 那种很厉害啊 很难防的 哎呀 哇 这里还有一个西瓜 这个应该还可以吃 像我们农民呢 想发财 那个是不可能的 发不了财啊 我家有三十多亩地 假如哪一天开发到我这边来 我三十多亩地 应该也有一点那个 对吧 哎 别想了 也不懂啥时候才开发到我这里 机场离我这里有十一公里远 不懂啥时候才开发过来 到 还是洗心塌地的干嘛 该来的会来的 该来的会来的 我们先吃一块西瓜 现在弄好了 这些草呢就让它这样吧 那拖拉机会把它打平 然后这些草就可以做肥料了 然后这些草就可以做肥料了 我现在打一下西瓜来吃 哇这个够红 哇这个够硬 这个应该是生病了 它比较硬 好熟啊 好熟啊 这几个就 不要了 留给那些小孩子 要是过来的话 他们会吃的 嗯 哇好甜啊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西瓜了 嗯 嗯 好脆哦 嗯 哇这西瓜 太甜了 嗯 我这一季呢 我现在把这个地给打了 然后我这一季我要种 黄心的 那西瓜里面都是黄的那一种 那种又脆又甜 水分又多 爽啊 好了这期视频呢 我们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哎呀太热了